大家好,我是我,你爱的自动选择 视频开头呢,如果可以的话 点个赞,三个连,真的麻烦了 谢谢大家,今天给大家整个大活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过顽固世子飞 没看过,没看过就对了 今天呢,就让我带大家进入世子飞的世界 系好安全带,准备开始穿越 走起,跟喝场一样 看小说一下讲究流程的 必须得先来评一评 这说的简介,上流 说我嚣张,说我顽固 说我就是一个顶着云王府敌女的名头 打着内定太子飞的皇子 其实是天圣皇朝的第一废物 被世子爷逼婚 难道想过安逸的日子就这么难吗 有一说一,这简介还挺能调动情绪的 配个好点的BGM,看着还挺引人入胜 就比如你们,觉得还可以吗 好了,撕开包装之后呢,废话不多说 故事一开始,跟简介说的一样 官局最有才华的上将李云 为国牺牲后,穿越到了天圣王朝 成了王府中唯一的嫡女,云浅月 话说这原本的世界到底局势怎么样了 才会导致上将这个级别都战死了 不敢想,真的不敢多想 迷糊的醒来之后 女主陷入了一瞬间的疑惑 这他妈古色古香的到底是哪 疯了吗 不过凭借专业的素养 她还是套出了很多的线索 比如,这个世界是真的有武功 会飞的那种 而女子已经和太子殿下有了婚约 并且十分的痴迷于她 不过太子也并不待见她 告诉四皇子,热情的有点过分 总而知,遇事不绝,失忆就完事了 我啥都不记得,你还要怎样 我是个病人 虽然小云百番推托 但是四皇子还是硬拉着她去了观景园 皇后娘娘和太子都在此处 最后云王府的嫡女 皇家祖训规定了 他们家一定是能够坐上皇后之位的 所以众人都巴不得她死 而四皇子也是利用女主去攻击太子 这完全就是一个乱长 不过呢,这前世的郡主确实太过于头铁 被人利用 在听说太子去了青楼之后 度火中烧,直接放了一把火 导致楼内死的百八十人 这可就闹大了 而此时现场的众人也并不打算替她出头 甚至巴不得她早点暴毙 其中还包括她那个作为现役皇后的姑姑 等一下,如果太子是皇后亲生的 那这两人从逻辑上讲 算不算是骨科剧情了 有没有出了三代 有懂得朋友吗 说回剧情 在皇后的面临下 侍卫们已经嫁住了小芸 要将她带去大牢 然后就跑出来一个 一听就是小说人物的存在 叶青染出声制止了侍卫们的行动 他解释道 都别动 不过就死了百八十人而已 你们这些人 谁在手上没有人命 都是杀人犯 就不要互相伤害了 可以吗 鼓掌鼓掌 这真的是个逻辑鬼才 因为大家都杀人 所以杀人就合理 这大神王朝是真的黑暗 但太子表示 不可以 我一定要这个女人死 这就直接惹恼了叶青染 我这么好听的名字 你觉得我的战斗力能低吗 你好好想想 一招之内 所有的侍卫都抱紧双手 倒在了地上 妈爷 吃黄粮是真的太难了 就不折腾侍卫吗 惨兮兮 当然 只和叶青染也没法保住小芸 而这时候 领一个容颈世子 十年不出府 一出门 为什么一直针对这个女主 你的法定妻子 在外面有数不清的蓝颜 而且个个都是哥哥弟弟的 都肯为你付出很多 你不觉得心里憋屈的很吗 总觉得哪里好像不太对劲 虽然之前的灵魂是太子的舔狗 但小芸不是 经历这些之后 他直接当着众人的面 表示再也不当太子的舔狗了 听到这话 太子突然觉得一阵烦躁 感觉到了女主的好 太子痛失脑残粉一鸣 肩不肩的 真的有肩的味道了 果然 送上门的都不会被珍惜 这就是人间第一定律 过于真实 被请狮子救了 那小芸自然要去陪一下 更何况 这本来就是皇上的意思 相遇之后 两人一块前往了龙王府 在云朗王爷眼里 只有小芸这一个 才是他真正的孙女 因为只有他 才可以修炼凤凤凰真金 一个可以移山填海的高级攻防 所以对他厉害有加 这次然临起了其他姐妹的不开心 凭啥 要懂得与步均沾 那没办法 谁让你们体制不行啊 没办法高看你们 不过这老头是真的现实 另一边呢 在小芸的院子里 树里中的大姐拦住了他 想给他一个教训 然后被当场折断了一只手 我的妈呀 却是送人头的行为 增加KDA呢 很显然拿了小的 来了老的 凤色飞在听说这事情之后 气势汹汹的起来问责 甚至带来了家族一半的阴卫 但老王爷还没死呢 这些武装 自然是听命于他 而小芸上辈子中 场面见得多了 在强过控制拳后 命令阴卫将凤色飞丢进了湖里 操 这就不把侧飞当妃子了 算起来 这也是女主他妈 相当狠 当然 最后肯定还是将混色飞捞了上了 也不能真让他死了 这事情 就又变成了家族内部的纠纷 王爷带着侧飞 就来到老王爷的住所 毕竟老头不点头 他啥都干不了 说实话 这欠人的王爷有点憋屈 啥都做不了 活像一个傀儡 这要不还是反了吧 多没意思啊 正好此时呢 叶青然和太子同时来到了龙王府 刚好看到他们在扯皮 于是顺便围观了一场 不过在女主智商降维打击下 凤侧飞 说得就像个孩子 废话 在场这些人 除了王爷 有一半站在你的对面 甚至连太子 心中都起了对小云的渴望 你还赢啥 赢个鸡儿 这段斗争 到此就算是结束了 以女主大获全胜为结尾 大家都知道 女主能这么轻松的胜利 完全是因为 真的她身后的男人实在太多了 在这些狮子的帮助下 混得不好 才奇怪了 这时候就要说为什么 还不是因为女主长得好看 虽然我们不能完全看颜值 但是如果有天 霸道总裁真的在你面前 想想满脸痘痘暗沉的你 是不是会特别不辞心 看看 通宵熬夜看小说 做习不规律 再加上甜食零食不忌口 是不是你容易长痘痘 暗沉 还一直不断的死消笔长 很简单 我今天给你们推荐的 就是西文元CBD大麻叶原液 它可以帮助我们 能够从肌肤下 有效的抑制炎症介质的释放 同时调节油脂分泌的平衡 达到驱透消炎的效果 作为国内首家生产CBD 全世界护肤品的公司 为了保持99.9% 纯度下高活性成分CBD的稳定性 联合国基因工程实验室 和江南大学全球创新 研究了对于CBD成分 在水溶性状态下的 分子包裹技术 使得CBD成分 能够时刻保持最优的活性 驱透抗炎效果非常明显 这款CBD大麻原液的实力也过硬 还获得时尚八杀 年度美妆大奖 年度熬夜精华的奖项 给各位小可爱试用了一下 的确能感受到 皮肤在一天天的变好 连上抖印也在逐步的消退 我也分享给了我其他小兄弟 回复都是很喜欢 下下单购买 现在点击下方链接购买 10月21到10月13号 立项品牌最低价 15毫升的CBD演业 只需要179 还加送15毫升 相当于买一送一 而且包装精美 买来自用或者送人都很不错 还不赶紧试一下 别错过机会了 好了总的来说 这本小说还挺有意思 节奏也不错 女主虽然装 但至少还能理解 那么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如果喜欢的话 麻烦点赞三连支持一下